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在西法醫院的附近 更是被發現被插上了一面 以色列國旗 這似乎帶有一些些挑釁的意味 那麼另外在重啟戰火之後 加薩的第二大城甘油彌斯 現在淪為了主要的攻擊目標 甚至有人質不幸的死亡 即便以色列軍方是公布了撤離的路線 但是也難保在疏散區域之內 是否百分之百的安全 以色列軍方同時也證實了說 最新的人質營救行動 主要因為的是士兵重傷 所以最後宣告失敗 那麼另外除了我們一直討論的 加薩走廊激戰之外 以色列屯肯民則是被指控 說他們在約旦河西岸犯下暴力事件 不但是持有武器 還不斷的擴大屯肯區 占地為王 甚至搶走了當地的民宅 有上百人受害 這讓西岸的巴勒斯坦民眾痛批 說以色列屯肯民戰的行為是為所欲為 直呼這世界已經變了樣 哈馬斯武裝分子陷宗 以軍地面部隊發動攻勢 一根槍管讓武裝分子所在位置曝光 以軍小隊瞄準前方牆面子彈連發 以色列軍隊釋出最新地面戰影像 加薩中部城市西捷亞以巴基站 已經被炸到宛如鬼城的加薩北部西法醫院附近 驚艦一面以色列國旗 以軍插旗加北挑釁伊偉農 加薩南部該由尼斯同樣炮聲隆隆 修戰後最大規模攻擊 加薩第二大城市甘尤尼斯沦為目標 當地納薩爾醫院滿地傷患 醫療崩潰晚如西法翻版 以色列地面部隊在加薩境內全面開戰 與黎巴嫩真主黨交火也未趨緩 以離邊界竄出濃濃白煙 真主黨發動攻擊 以色列火箭反擊 黎巴嫩居民驚慌逃竄 修戰協議顯然無法緩解一巴衝突 二次停戰無共識 雙方攻勢更加猛烈 戰火延燒勢必有更多無辜平民 受到牽連 TVBN新聞會宣布到 好 以色列對南加薩進行攻擊 而且是由坦克部隊來打頭陣 他們結合了地面部隊 跟哈馬斯進行巷戰 那麼以色列指揮官表示 說這是從俄羅斯過去攻打 烏克蘭失利當中所學到的經驗 另一方面 以色列指控在10月7號 哈馬斯發起的屠殺行動 還集體對女性施虐跟性侵 但聯合國卻保持沉默 以色列對加薩南部地區 進行大規模地面行動 坦克部隊負責打頭陣 所到之處 首先進行炮轟 將民宅全移為平地 為跟隨在後的地面部隊 排除危險 以色列指揮官表示 這個戰術是從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失利中學習到的 坦克部隊首要目標就是摧毀民宅 不給哈馬斯躲藏的空間 此舉也引發國際社會批評 以軍回應他們已經事先撤離民眾 哈馬斯則使用反坦克系統回擊 哈馬斯還公布了襲擊以色列戰車的畫面 但以軍吃之以鼻 宣稱他們的坦克車沒有受到重大損害 尼哈戰時停火結束 加薩平民在以軍的炮轟下 死傷迅速攀升 物資幾度缺乏的情況下 社會秩序也瀕臨崩潰 一間被炸毀的烘焙店 民眾闖入搶走麵粉和食用油 加薩的人道危機 以色列難辭其咎 但另一方面 以色列也控訴聯合國 漠視哈馬斯對異國女性的暴行 10月7日 哈馬斯攻擊以色列 集體對女性施虐和性侵 最後殺害他們 這些受害女性的遺體 留下了無數證據 以色列的救護人員也指證立立 美和國表示所有的調查結果 將會送交國際刑事法院進行審判 TVBH新聞總和報導 而為了讓乙軍措手不及 現在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還一次偽裝成了平民 消息指出是死亡的哈馬斯分子身上 錄影機拍下了哈馬斯 他們刻意身穿平民服裝 發動突擊戰 而且向以色列軍隊發射火箭 藉此是透過這樣的手法 藉此後來可以控訴以色列濫殺無辜 進一步詳情深叫你作恨 好 以哈的衝突 還在持續的交火當中 那麼最新其實這個哈馬斯方面 他們也指控說以色列是 轟炸了一處民宅 也造成了平民百姓是有傷亡的 而現在這個以色列方面 他們就公布了一段畫面 說疑似其實在裡頭的平民 根本就是偽裝的 我們首先來看到這個畫面 他們就說看到雖然說民眾 他們是匍匐的前進 而他其實是偽裝的平民 目的就是要來降低 以色列他們的戒心 而現在說哈馬斯的武裝成員 怎麼做 就是來換成平民的服裝 手持著武器在建築物內 地面爬行 他們當然都有配備錄影機 所以現在這個畫面也流出來了 當然就是說他們躲在住宅 或者是醫院以及學校這些 看起來是不能夠有一些 戰火的地方來射擊乙軍 而哈馬斯的偽裝 也被網路政治評論家說 在偽裝後的攻擊 其實扔下武器之後 反而他們馬上就可以變成是平民 被乙軍回擊戰死之後 還可以被說他們是死亡的平民 所以再怎麼樣呢 這個戰術看起來都是有奏效的 那麼就控訴說乙軍來濫殺無辜 而以巴衝突爆發以來 持續力挺以色列的美國 在安理會的停火協議表決當中 投下了反對票 原因是擔心停火可能會給哈馬斯 儲備戰力的時間 因此美方是反對立即性的停火 但國際的反美情緒 也恐怕因此持續的高漲 在表決前戲呢 美國駐伊拉克的使館 經傳遭到火箭攻擊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警報聲大作 當地時間8號清晨 多國使館所在的律師經傳遭到火箭攻擊 包括美國使館在內人員緊急避難 儘管隨後證實無人傷亡 也沒有建築物受損 但反美情緒顯然升溫 海同手中高舉燃血甲尸體 包圍美國駐約旦使館抗議 反美是狼艦長 但美方態度沒有因此軟化 聯合國安理會進行停火協議表決 阿拉伯國家聯合提出 還親赴華府惠布林肯 沒想到手握否決權的美國投下反對票 15個成員國中儘管有13票贊成 也無法通過停火協議 我們不支援直撐火 這只會為接下來的戰略 優新立即停火 反而有利哈馬斯儲備戰力 美方幾次表態反對 不只激起全球反美情緒 也連帶讓國內尤其校園內 反友主義激進化 優新校園成為反友太溫床 全美三大名校校長 遭國會傳喚質詢 但說法含糊其詞 讓議員忍不住暴氣怒批 挺一挺吧 不只學界難選邊站 在全球反一情緒高漲下 恐怕連美國政府也陷入兩難 TVB新聞宣布到 好 另外在另一頭的烏二戰爭 雙方進行在烏東的工業重鎮 阿夫迪夫卡激烈的交戰 俄軍使用了航空炸彈 跟遠程的火箭炮 來對烏軍進行全方位的地毯式轟炸 對此烏軍當然也做出了回應 他們趁機派出了無人機 對俄軍後方的目標來進行偵查 一旦俄軍的火箭炮開火 無人機就能立即使用紅外線系統 對俄軍的一個火箭炮進行定位 藉此跟肩打擊 同時還能找出俄軍火箭炮的補給基地 而兩軍近期在阿夫迪夫卡激烈交戰 主要針對的是交化廠的外圍 尤其這一座的工廠 已經被烏克蘭改造成了巨大堡壘 內部建築物非常多 地下通道也複雜 因此是讓俄軍得消耗更多的人力 來進行進攻 而事實上從新年的10月開始 俄軍發動總攻之後 他們已經在這一個地區 損失超過600輛的裝甲車 但同時也推進了所謂的 兩面包抄的作戰計畫 先是切斷了補給的路線 讓烏軍陷入孤立無援 藉此希望能夠再下一程 然後我們講到阿夫迪夫卡的戰場上面 最近俄軍也因為一件事情在揚揚得意 美方先險對烏克蘭的最新軍援 也就是布萊德利步兵的戰車 疑似進到了戰場還沒多久 就遭到了俄軍的擄獲 另外網路上也流傳 俄製的自殺無人機 每天產量超過數千架 詳細分析時間再交易作痕 好 俄烏的戰火還在持續 那麼我們看到現在俄羅斯 他們又自爆說不只是無人機在進化 甚至他們現在也在戰場上是有所斬獲 我們看到是俄羅斯當地的電視台 就公布了一段畫面 在這個畫面當中 可以看到他們繳獲了這一款 布萊德利步兵戰車 其實他們說 他們是非常完整的繳獲了這輛戰車 它來自是阿夫迪夫卡的基戰區 這個也是美軍對烏克蘭的一個最新軍援 而俄羅斯的軍方聲稱他們是完整 而且沒有耗損就把這輛車給回修了 而俄羅斯的電視台記者 他是透過一個轉播 把整個參觀的流程都外流了出去 當然說這樣子的戰車 對他們來講 除了有宣傳的價值之外 也可以了解它的功能到底在做什麼 更重要是要來揭發它的缺陷 而另一部分 俄羅斯他們也自爆說 無人機整個完整量產的過程 有20家的俄羅斯企業都參與了 另外它有一個特色是單價比較低 操作的範圍是15公里 搭配VR眼鏡還能夠沉浸式打息 而且在這個畫面當中 是可以看到說 似乎他們沒有再怕說 可能材料會不夠 因為不篩目標 就直接濫炸的方式來測試 號稱月產量可以來到數萬樣量 而已經掌權了24年的俄羅斯總統普欽 未來可能還會繼續執政下去 辛什在一位軍官公開場合的確禁之後 他當眾宣布將會在明年3月的大選 角逐連任 普欽也不會言說為了俄羅斯 他還想要繼續當總統 而假設普欽真的連任成功 至少能夠持續掌權到2030年 明明只是一場軍人授勋典禮 俄羅斯總統普欽卻搶走了所有人的目光 您是我們的總統 您是我們的總統 您需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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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忘記 有不同的想法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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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取決 我不會 我必須取決 我必須取決 這場勸進大戲 就在官媒盡頭前上演 掌權24年的普欽 明年3月大選如果又連任 總統至少能當到2030年 非常正確 我們支持總統 我們支持自己 我們支持自己 我們喜歡他的位置 我們喜歡他的位置 我們這樣 對 我們完全分析 我們完全分析 普京幾乎笃定能連任 因為在俄羅斯 他的支持率高達八成 但烏克蘭人對他 評價完全相反 我認為他已經死了 他是這樣的 物質 我認為他會在自己 如果他操作 他會操作 他會 同時基辅相隔 將近80天 又遭到俄羅斯巡弋飛彈攻擊 哈爾科夫一座公寓也被炸 至少造成兩人受傷 俄軍飛彈狂炸 幾乎笃定能繼續掌權的普京 賭得恐怕是西方戰爭疲勞 放棄援助 烏爾兩軍 目前戰況是持續的膠著 不過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 期刊當中指出 認為由於歐洲國家 缺乏戰略眼光 普京很有可能 贏得烏爾戰爭的最終勝利 不過與此同時 俄羅斯官員也證實 第十四集團軍的副司令 戰死沙場 成為第七位 獲得官方證實殉職的 俄軍高階軍官 來自路透社的消息 俄羅斯沃羅列日州州 州長謝古夫證實 俄軍第十四集團軍 副司令扎瓦茨基少將 日前在烏克蘭的一個據點陣亡 謝古夫形容 這是一次痛徹心扉的損失 不過他並沒有對 扎瓦茨基少將的陣亡 透露更多細節 然而根據新聞調查媒體 iStories的報導指出 扎瓦茨基是俄武戰爭以來 俄軍作戰單位陣亡的 第十二位高階軍官 也是第七位得到官方證實 在烏克蘭戰場上陣亡的將官 公開資料顯示 扎瓦茨基長期服務於戰車單位 並在2021年接任 第二進位摩布什的師長 根據俄國網路媒體 新俄羅斯的報導表示 扎瓦茨基是在 哈爾科夫州的戰鬥中陣亡 另外未經證實的消息聲稱 扎瓦茨基在靠近19母附近 因為誤處地雷而喪聲 他之所以被派駐到當地 源自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 扎瓦茨基被任命為 進攻哈爾科夫州的指揮官 半年後又在烏克蘭大反攻的戰役中 負責協助俄軍傷兵後撤 就在俄軍第十四集團軍副司令 扎瓦茨基被證實陣亡之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來到19母東北方 庫皮揚斯克的一處據點慰問部隊 並且向五位官兵頒發獎章 表彰他們在戰鬥中展現出的勇氣和毅力 這次的秘密行程 美聯社獲准專訪澤倫斯基 但讓他被問到 對於夏天的反攻行動有什麼看法時 澤倫斯基坦誠 時至今日這場戰爭已經進入到新的階段 我們有新的劇狀态 冤狀的狀態 是整個的狀態 在罐上的狀態 和處理機可以進入 Constant別的狀態 再次使用關鍵 也因此小狀態 我沒有 我沒有 澤倫斯基不諱言 他很敬佩官兵 並沒有在這場戰鬥中退縮 而是在各自的戰鬥位置上 繼續抵抗入侵者 儘管在夏天的反攻行動中 受到各方壓力及種種因素 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 但是這也不能責怪烏克蘭官兵 畢竟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 烏克蘭確實沒有足夠的武器裝備 阻礙了快速推進的計畫 不過官兵們展現出來的高度信心 也讓反攻行動得到 具有積極意義的成果 目前在各地的戰線上 部隊正面臨裝備更精良 火力更匈猛的俄軍 當然是在考驗前線指揮官的 戰術素養 還有烏克蘭總參謀部的 整體戰略部署 同樣的這也和西方陣營 能不能持續供應足夠的 軍事援助息息相關 不過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在一場高階軍官會議上表示 過去六個月當中 烏克蘭已經折損了 十二萬五千名官兵 同時被摧毀超過 一萬六千件武器裝備 燒伊古進一步強調 就算烏克蘭發起反攻行動 外加又有西方的軍事援助 烏克蘭的軍事指揮官們 並沒有改變戰場態勢 反而導致更多部隊官兵的傷亡 如今俄羅斯國防部 為了以戰代訓 決定要在烏克蘭二戰區內 興建現代化的軍事訓練基地 在 2024 年 其他國家聯合舉行的海上演習 包括四次是在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和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的演習 全年度的結果 會在由武裝部隊所有部門參加的 海洋2024戰略指揮和參謀演習中 一一檢視 西方專家認為 俄羅斯國防部會在這個時間點 公布新年度的演訓計畫 除了依循過往的傳統之外 也顯示俄軍打算繼續 和烏克蘭耗下去 根據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報導分析 普新很有可能獲得俄烏戰爭的勝利 因為現在的戰場情勢顯示 俄烏兩國並沒有能力 把對方驅递到控制區外 戰爭的形勢也從過往的領土爭奪 逐漸變成互相膠著的據點保衛戰 同時經濟學人認為 普新已經在2024年 佔據有力的位置 不僅鞏固了他在國內的權力地位 而且俄軍也針對烏克蘭的 某些西方武器 設計出有效的電子戰戰術 甚至可能在伊朗和北韓的援助下 得到更多的無人機和炮彈 讓俄軍的後勤補給不於匮乏 如此一來 反倒是烏克蘭的情況不容樂觀 雖然俄軍持續以小規模的形勢 攻擊烏克蘭前線的部分城市 但是經濟學人認為 烏克蘭因為缺乏軍備和彈藥 無法做出相應的回應 這說明了烏爾戰爭一旦進入陣地消耗戰 西方陣營對烏克蘭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很可能會像是無底洞一樣變成負擔 即便各成員國仍然在口頭上 表態會繼續支持烏克蘭 但是這當中也有像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這樣特立獨行的人物 加上斯洛伐克新總理菲佐 以及荷蘭大選中成為最大黨 自由黨領袖的懷爾德斯 都是對援助烏克蘭抱有懷疑態度的 政治領袖 很難保證這幾位領袖 會不會成為援助烏克蘭的新主力 這個未知數也難怪 烏克蘭第一副總理會形容 即將在12月到來的歐盟峰會 會是決定烏克蘭存亡絕續的關鍵時刻 好 全球各地爆發了多場的衝突 我們也要來看看台海局勢 近期是不是會更加緊張 這是俄羅斯國際關係專家 他近期提出了一份的分析 他認為說美國可能會冒險在台灣 部署陸基中程飛彈 然而這樣的情況 可能會導致美中之間的 全面軍事衝突 因此他認為美方此舉 等於試圖冒著台海危機 全面爆發的風險 來進行飛彈的部署 而另一個後果 則是可能出現 比現在更加嚴峻 更加嚴重的軍備競賽 詳細的分析 我們再把時間叫一束痕 好 中美的角力 當然也牽動是台灣未來的發展 我們看到在現在台海 還是相當緊張的狀況之下 俄羅斯他們現在又警告了 說未來如果美國 真的在印太部署飛彈 地點在台灣的話 恐怕會引起全面開戰 我們先看到美軍在近期 也試射了陸機型戰斧巡翼飛彈 日經亞洲就提到說 美國估計明年就會在印太地區 部署這樣子的陸機飛彈 藉此當然就是要面對 這個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 說要來提升針對中共的賀阻力 當然也提到說 如果未來防禦心理的籠罩之下 美國對台灣提出了要求 而台灣也答應 可以部署飛彈在這邊的話 恐怕就要引起台海危機了 俄羅斯的亞太研究專家 就提到說 美國如果真的冒險在台灣 部署了陸機中程飛彈 未來會怎麼樣來發展 恐怕就會面對的是 全面來開啟軍備上的競賽了 而他也提到說 在未來很可能 中國大陸也會改變相關的策略 對於武器的部署 將會是比較防禦型的 而不是只有來提升他們的數量 這樣子一來 未來很可能就會導致 所謂的全面軍事衝突 另外現在中飛雙方的緊繃情緒 也不斷的升溫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在南海的對峙 爭議 現在也持續升級 今天中國海警宣布 隊闖入黃岩島臨近海域的三艘菲律賓船隻 將實施所謂的管控措施 而先前我們知道 飛國海警隊才誓言將追究中國船隻 撞翻飛國漁船的事件 除了將會繼續的爭取南海的權利 建立防禦計畫 也強烈選擇 中國大陸在南海一連串的行動 根本是非法行為 今年9月 菲律賓拆除中國大陸在黃岩島附近 設置的浮標屏障 現在雙方在黃岩島海域又有衝突 12月9號 中國海警依法對菲律賓 清闖黃岩島臨近海域的 三艘漁業和水產資源局公務船 實施管控措施 中方聲稱管控飛國船隻 但是具體如何管控沒有說明 中飛在南海的爭端確實不斷升溫 近期一艘掛有五星旗的船隻 撞翻禁止的飛國漁船 讓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誓言追查到底 同時飛國眾議院決議 飛國已取得南海仲裁勝利 中國卻持續在南海騷擾飛國船隻 因此飛國將繼續爭取南海權力 並且建立防御計畫 並強烈譴責中國在南海的非法行為 中方在此奉勸飛方 立即停止炒作中飛海上爭議 停止海上侵權挑釁行為 儘快回到通過談判協商 中飛在南海的爭議各自出招 勢必繼續炒下去 TVB的兄弟花王陳永文綜合報導 一年制的異物異恢復 進入最後一個月的倒數階段 在台海當前情勢緊繃之下 年輕人對於從軍的憂慮 引發了世代論戰 而事實上在中國大陸 也有類似的內部問題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就曾經批評過解放軍 說他們面對現代戰爭的能力不足 原因就是常年未曾經歷戰爭 讓明軍出現了所謂的和平病跡象 壯所矚目 拜習慧 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直接否認2027攻台時程說 是政治上的一時權宜 我們還是要提防 他可能會是一個假期行動 普清先生也一直說 他的部隊只是在邊界演習 並沒有入侵烏克蘭 還是心裡有古蹟 任何一國的軍隊或者是社會 只要長期的久訓不戰 難免都會沾染上所謂的和平病 作用全球排名前三的可觀軍榮 官方文宣更是不遺餘力 把攘美和反台獨喊得整天尬香 不過英國媒體經濟學人 翻出習近平的過往言論 和平病瀰漫在部隊和社會之間 從1979年中共跟越南戰爭以後 他基本上已經很少大規模的對外用兵 也就是說缺乏實戰的這種交戰經驗 那也就是說相關的他的部隊訓練 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準則 或者他自己的想像來訓練 問題指向久而未戰 五角大廈也曾引述相關的論點 中共自行解放軍面對現代化的戰爭 從官兵到幹部領導兩個能力不夠 如果再仔細把脈 包括判斷情勢 理解上級作戰決心處置 擺兵佈陣到突發應變處置的五個不會 官士兵編制失調的成科 一併被放大 他的士官太多 然後士官本身其實他又想學美軍 可是又學不好 那我們都知道美軍的士官 基本上他是負責訓練 軍官是負責規劃跟決策 如果你的士官沒有辦法 很好地去履行他的相關職責 那當然就是一定會導致部隊下面的 存在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在習近平在軍事改革之後 他非常強調就是實戰化訓練 就是部隊必須在沒有預先劇本的狀況之下 磨練指揮官跟所屬單位 這個鄰機處置的能力 但是坦白來講 比如說冰凍三次 為了重新認識戰爭 重塑部隊體制 大量施法俄羅斯迎擊戰術群 使得武裝套 往後一提的何成英 開始興盛於解放軍前線 只是一場摸二衝突 難免又打亂了強軍的理想 和平兵的另一面是招生不易 連帶影響顯現布局 學者所指解釋了解放軍 為何在台海周邊 不斷演練區域拒之 避免在戰力打折的狀況下 又陷入了不利情勢 共產黨在建政之後 他強調是一個所謂不結盟的政策 所以他在跟這些潛在的軍事 就是夥伴 僅止於所謂的軍事交流 所以一旦不管是台海有事 或南海有事 乃至於東海有事 中共他可能就要是獨立作戰 其他國家可能頂多就是會提供他一些裝備或武器的補充 一旦失敗那中國共產黨跟習近平本人都將陷入一個政治的災難 陳平時期沒人真的期待走上前線 但想要治好和平病 認識戰爭才是唯一解放 兩岸 軍民皆然 而在中國大陸社會現在還有僵化危機 少子化跟高齡化除了會影響經濟 社會跟勞動力 其實對所謂的政治轉型也有一定的關聯性 專家指出中國大陸社會僵化 主因之一就是青年潮的退去 目前中國青年比例只有17% 而根據過往的經驗 只要比例低於兩成就很難實現政治轉型 學生 示威 北京 回想1989年六四事件 一場由中國大陸高校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 持續近兩個月的全境示威運動 卸下不管是民主 經濟 還是政治重要的轉折點 而回想歷史上 許多重大社會運動 除了時空背景與訴求以外 甚至與年齡都息息相關 年輕人比較有理想性 比較有衝勁 也算是比較激進 跟成年的那種保守 比較固執 是不一樣的一個屬性的 所以你會發覺 其實一般來講 發動社會運動的 通常都是年輕人居多 當然人口的結構如果越少 動員起來的力量就比較少 人越多 當然動員起來會比較多 進一步剖析當時時代背景 1980年代中國大陸 朝氣蓬勃 民主熱情高漲 在人口結構部分 今年比例是高達了31% 中尚未年齡不到25歲 根據人口研究專家指出 15到29歲的青年就是最有生育力 還有經濟活力 以及最有政治熱情 最具戰鬥力的一群人 而當15到29歲的人口比例 超過28%即稱為青年潮 而青年潮就是在社會運動當中 實現政治轉型的一大要素 看到如果太陽花把它當作社會運動好了 或者是說往前20年 就是30年前的時候也百合 對不對 基本上都是年輕人是比較多 沒有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人口專家就指出 未來的中國大陸將會是 小亂不斷 大亂沒有 其主因包括1996年青年潮漸漸消退 以今年來說 青年比例是只有17% 中尚未年齡超過42歲 到了2024年將達到52歲 一般而言 中尚未年齡超過40歲 青年比例低於20%的社會 要實現政治轉型的難度就很高 另外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 自1983年的62% 降低到現在的43% 社會呈現散沙化 加上中國大陸將小亂提高到 政權安全高度 不管是人口經濟結構還是政治心態 現在早已不同以往 而台灣同樣也正面臨青年潮的退去 回想九年前 紅洞社會的太陽花學運 就是由大學學生和公民團體共同發起 如今隨著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加劇 延伸出的問題還不只是社會沾化和火力掃蝕 公民參與這類的議題 或者說對於這個經濟發展 勞動力都會產生一些影響 覺得這個人口決定論的觀點 是比較單一因果關係 因為忽略掉這個人類的適應性 或者是能動性的一個問題 儘管不是絕對 但從歷史角度看 15到29歲的青年潮 在種種方面都不可小覷 如今潮流鎮退去 延伸的影響也不在話下 而您認為所謂的職場老將應該是幾歲呢 在中國大陸的職場上 35歲竟然已經算是職場老將 也就是說在35歲之前 沒有穩定的工作或職位 就很難再有所突破 因此35歲在中國大陸 也被稱為是職牙生死線 另外學者認為海外學歷 已經不是萬靈丹 必須及早做好職牙規劃 35歲以後 在國內工作好不好找 工作還有沒有上升的機會 鏡頭前 凱凱而談 介紹自己人生規劃 談到中國大陸的現況 出身四川重慶的劉奎紅 很有感 如果你要想過得好一點 在國內35歲以後 必須找一份好的工作 有上升的機會 但是往往過了35歲以後 其實沒有什麼上升的機會了 因為公司並願意用一些新人 他們更有激情 而且身體條件會更好 更願意去拼搏 去加班 去努力 35歲成為人生職牙大門檻 劉奎紅年過30 目前在中國從事健身教練工作 他表示35歲在中國是門檻關鍵 如果在35歲之前沒有好工作 或者穩定職牙規劃 未來恐怕會陷入很大的危機 不只工作 各方面都是警訊 根據統計分析 35歲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求職的關鍵期 如果在35歲之前 你還沒有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那麼未來的求職之路 將會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大陸的男孩子來說 35歲是不是算一個坎 我個人認為是的 因為在過了35歲之後 我們的身體數字在下降 我們在工作當中 已經算是一個老人了 那個時候如果我們在工作當中 沒有一定的作為 沒有在事業上有一定的突破 那麼很可能就會被淘汰掉 就是說像大陸這邊考公園 考編制 他們這邊就是已經有部分的省城 然後有一部分就是岗位 他已經延長到40歲 特別是如果你是碩士 或者是博士畢業這種 就是他的年齡門檻 已經就是延到40歲下降 台灣和大陸青年 對於35歲生死線很有感 在中國大陸 不請公務員招考年齡 限定35歲以下 很多企業的招聘門檻 也都定在35歲 許多對現職不滿意的人 都會敢在35歲前跳槽 否則之後想要再轉職 將會困難重重 這其中如果有海外學歷 對求職會有加分 但不是每間國外大學都有用 有幫助 那麼但是前提是你去海外留學的這個學校 還有你自己的學術層級 足夠的棒才有幫助 如果說你只是去英國 或者是去澳大利亞這樣子 去讀了一年去混了一年 在一個毫不知名的大學裡面 那麼的話呢 海外留學其實對你的工作 是沒有任何的幫助的 保險市場 也是保險全場保險 出國留學不是萬靈丹 35歲仍舊是人生大敵 根據2022年大陸全國總工會 一份面向35到39歲就業者 全國性調查顯示 54.1%的人擔心失業 有70.7%的人擔心自己職業季能過時 還不是94.8%的人感到壓力 這些數據放眼在各年齡組的就業者當中 比例是最高的 35歲以後轉職 為什麼有些公司會有多一層的考慮 其實他們擔心的不只是年紀 體力無法復刻的問題 更多層面的是35歲以後 你還只會做25歲的基層工作 但是如果你超過35歲 你有更多的人脈 更多的經驗 其實在公司的管理階層或是顧問職 經驗的累積其實反而是加分的 無形的年齡門檻成為大家心中的生死線 大陸全國政協委員宇國全表示 他計畫在兩會上向大會提交 打破35歲職場門檻案 明確就業年齡歧視判定標準 增加處罰規範 用人單位不得將年齡作為招聘 晉升或辭退紅線 他表示加大懲罰力道 官方應該發揮帶頭作用 中榜公職考試 35歲限制 評估好自身的條件 有沒有辦法附和這幾年你唸書下來 所需承擔的成本之外 那你接下來唸完書之後 你要走的路是什麼 比方說你要做的是專業職 管理職 又或者你真的只是單純圓夢 你有這樣的能力 我覺得只要把最壞的條件 都評估下來以後 其實不見得是不可行的一條路 35歲職涯當口如何跨越這條生死線 成為扭轉關鍵 當留學學歷不再是萬鈴丹 35就業門檻尚未抹滅 人生職涯規劃 仍面臨許多挑戰 TB新聞六號來明綜合報導 職涯規劃當然也包括薪水 人才的流失往往也跟低薪有關 教育界也因此開始出現教授慌 跟香港中文大學相比 台灣教授的薪水只有五分之一 替學生修改論文 檢視實驗數據 台大電子學院院長張耀文 平時課餘時間除了看論文 準備課堂教材 同時還有研究計畫 希望盡所能培養人才 但近幾年張院長發現招募失資 困難度不斷提高 到歐美去招募新的教師 但是我在兩個場次 都被我們自己的畢業生打臉 他們就直接說 他如果回來的話 學生都不願意讀博士班 他必須自己做博士後研究 香港反而是美中貿易大戰之後 因為大陸最優秀的學生 歐美的學校去不了 反而他的首選是去香港 近幾年觀察 國內讀博士風氣低迷 沒有學生教的困境下 也是教授不願意認教的因素之一 不過最關鍵的 還是國內沒有競爭力的 教授行資結構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這個博士生 他在我們新竹摩鼎大 教書教了幾年之後 他就決定到香港中文大學去認教 那他的這個薪水馬上就是乘以五 政府端我是希望一定我們一定要建立 以績效為標準的這個講酬 而且是常態的這個講酬 張院長拿出數據更明顯 以台大為例教授最高年薪164萬 香港中文大學算下來920萬台幣 差了5.61倍 再看到像是助理教授 最高年薪平均127萬台幣 和香港中文大學差了4.36倍 尤其半導體人才需求提升 業界調薪幅度增加 特別是電機資工系更容易流失失資 有一些特別是以工科為主 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或者軟體產業 他們的就業薪資狀況是非常不錯的 那的確很多人念完博士了 如果在大學教書做於英才 他可能所得比他在業界的所得 可能不到一半 甚至只有三分之一 產業界提出來的薪水也高 所以基本上在學校裡面的就 老師就聘不到 因為這些老師可能移動到產業 那這一波是資工跟資管 下一波可能連電機器的老師 可能都可能移動到產業界去 教育部也重視到了高校低薪的問題 因此五年內規劃要投入332.9億元的經費 包含公立大學助理教授以上的 學術研究費會增加以外 如果私校也跟進的話就會補助七成 希望能夠減緩這個問題 明年起公立大學學術研究費 助理教授增加6320元 副教授調高7220元 教授則是增加9350元 私校配合提高學術研究費15% 其中七成教育部買單補助 另外擴大獎勵優秀教師的 彈性薪資制度包含提高補助 放寬資格新增協助大學生化產學合作者 踏出第一步想改變薪資環境 私校當然正面看待 但對於校方來說 坦言是一筆沉重負擔 學雜會固定之下 其實學校的收入是固定的 那假設我們一直調心上來 配合國家政策的話 那當然對學校的經營會越來越困難 扣掉交易部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能還要付 致付2000多萬 畢竟台灣私校的教師 其實占我們大專業校六成之多 但會不會其中有甚至可能過半數的人 難以享用到這樣的一個政府的美意 原師大學已決議跟進教育部腳步調心 而像是老牌私校文化大學還在評估中 高教工會也發起聯署 超過80所以上的公司院校 500名教師發聲 呼籲教育部應該平等調心 就怕台灣高教人才庫缺口更加嚴重 避免上演實質斷層 Tuber新聞連至林亞南舟宣輝報道 我們結果也放了我現在 同進入這隊 照樣 一號 在哪兒屋子 稍微現在已經有雙人床 雙人床 對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 我們裝東西裝這麼多 這個是很兇的一台車 號稱是車速界樓中樓 抽葉 抽葉 抽 看起來很像 有沒有 衣服你知道嗎 納山納古道 你知道這個突然喚醒了我小時候的經驗 醬菜是不是 經常陸陸 黃金陸戰隊 打開出來 GO 出來講更有趣 不要光聽我們說 我們也想知道你怎麼想 所有您關心的答案 電視版好看 現場版更不能錯過 TBBS戰軍事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12月15 TVBS56級到天台開獎 這邊有海鮮呢 走在長潭島街道上 感覺商店圈圖 霧區非常空曠 沿途邊走邊逛 居然也沒有台灣或大陸遊客 當地的觀光三輪車上 一車一車載的幾乎都是菲律賓當地人居多 原來台灣旅客原本可以選擇搭 菲律賓的皇家航空到當地旅遊 而且是直達最靠近長灘島的卡提克蘭機場 還有虎航可以飛到遠一點的卡利伯機場 要在大約一個小時的路程 但這兩個航線現在都已經買不到機票 對於想去長灘島的旅客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的麻煩 因為旅客只能先到馬尼拉再轉機到長灘島 由於馬尼拉的機場其實它的便捷性非常的低 如果轉機馬尼拉再來到長灘島 至少都花上半天時間 就了解從冬季頒表10月29開始 虎航就暫停直飛 虎航也回應考量到目前市場需求變化 以及旅客對旅遊市場的期待 將以最妥適的航線規劃為布局 對於中文的店家影響得非常大 像是中文的導遊啊 中文的潛水的服務 或是中文的商家通通都影響很大 就是有點苦哈哈 疫情後國人旅遊出現變化 向新雨12月就增加了鳴谷和舊金山航線 華航不只在熱點增加航班 也從12月9號開始赴飛高雄新加坡 明年1月赴飛松山武漢和高雄沖省航線 長榮冬季頒表 桃園飛西雅圖 高雄飛福岡 桃園飛沖省 每周都有增加班次 大多航空公司都還是看好出國旅遊人潮 增加航點或航班 特別新聞 宿航介紹熱言 台北財富目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日本北海道海岸出現了好幾千隻沙丁魚遺體 沿著海岸線堆積了1.5公里 目前不排除 可能跟氣候變遷有關 從空白機往下俯瞰 沿著海岸出現長長一條密密麻麻的白點 日本北海道寒冠石海岸 在周四出現大量沙丁魚屍 魚群屍體沿著海岸線堆積約1.5公里長 專家說另一個發生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北海道東部海岸溫度下降 魚群往南遷徙時被重上岸 似乎和氣候變遷有關 但無論如何 由於大量死魚在海上恐造成氧氣濃度 減少影響海洋生態 Cup 28峰會上118個國家承諾要在2030年 將全球再生能源產能提升到三倍 但大陸和印度卻說他們要再等等 根據國際能源總數IEA的統計 光是今年上半年 中國和印度對煤炭的需求量就增加超過5% 足以抵消其他地區的需求量下降 這也是讓全球煤炭消耗量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雖然大陸比任何其他國家還增建更多再生能源設施 但同時也在建造煤電設施 這讓專家擔憂北京是否會承諾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TPB的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俊鋒澤 我是陳寧玖 你絕對沒看過的音樂節目 滾石栽星號即將播出囉 我們在節目裡擔任聲音見賞官 帶領大家發現最優質的新生蛋 每週六晚上8點 一定要鎖定TVBS四捨頻道 滾石栽星號 出發 GO 曾進入戰隊 照樣 你好 真難入讀 稍微現在已經有雙人床 雙人床 對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 我們裝東西裝這麼多 這個是很兇的一台車 號稱是車速界樓中樓 超越 超越 衝啦 跟他有笑 衣服你知道嗎 納山納古道囉 這個突然喚醒了我小時候的肌 醬菜是不是 金長露露 黃金露戰隊 剛剛看你那個鴨肉飯啊 是不是上面有淋一點那個 像肉燥的 對 最主要是我覺得它這個鴨肉 好嫩... 它有冰沙的感覺 對 火龍果直接去冷凍 然後再把它炸成 你早安 執上玩家包 我懂我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大家出來 GO 出來講更有趣 不要光聽我們說 我們也想知道你怎麼想 所有您關心的大字 電視版好看 現成本更不能錯過 TVBS戰精釋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12月15 TVBS56提到 T台開獎 中立全體獸 全台只有這一間 對 它是馬來西亞的糖粉 我真的沒吃過 吃龍蟲餅 炒的 好好豬肉 有炒熟宇宙 你們好 我是蘇慧倫 最近我搭上了 滾池摘星號 和阿樂還有女生一起出去玩 認識了很多很棒 很有音樂才華的新朋友 這趟好玩的音樂旅程 全部都記錄在全新風格